大家好 欢迎收听听了才知道 我是财讯双周刊总编辑陈燕淳 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停滞性通膨无情轰炸 带你寻找空头轰炸下的人道走廊 今天一样会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聊一聊 第一个部分是 停滞性通膨的现况会维持多久 第二个部分是 这一次的通膨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第三个部分是空头强反弹 请问要注意哪些讯号 今天的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总主笔刘轩彤 欢迎轩彤 大家好 我是刘轩彤 在节目开始之前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Podcast的观众也欢迎留言给我们 你们的关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先请轩彤帮我们分享一下 到底现在的投资市场的现况是怎么样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出现了一个名词叫做停滞性通膨 这个在我们历史上的教材 如果学经济学的话 大概就知道1970年代那个石油危机 那个时候是最大的一个停滞性通膨的教材 那在去年底的时候 曾经有人提过这个词 可是那时候大家不以为意 但今年随着通货膨胀一直上来的话 那这个名词停滞性通膨就一直出现在全球的股市 大家就会担心这件事情 那现在越来越看好像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就以两个前FED主席来说好了 就是现在的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他就讲说俄乌战争跟各国的制裁 那这两件事呢导致停滞性通膨 那全球的经济充满挑战跟不确定性 后来呢我们另外一个前美国联准会的主席 那他也提到说 他觉得美国对这个通膨飙升的这个反应太慢 所以他觉得这个通膨会面临一段时间 所以这些的名词大家越来越相信说 这停滞性通膨会出现至少一段时间 那当然长短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大家还在争论还在继续看下去 对那因为停滞性通膨大家很担心嘛 所以就造成基本上全球股市 现在已经顿入空头市场了 那所以到底这个空头会维持多久 有没有什么过去的经验可以参考呢 我想常在媒体上看到一个美国银行 他们最常做这种空头的分析 那他们在统计过去140年来的美股的空头 那依他们的定义 他们认为有140年里面 以标普500来说 他们认为有19次的所谓的熊市 这19次他们算下来的平均跌幅大概37% 那平均的时间 我说的是平均大概289天 所以大家有人就依据这样子来估 说这一次的全球股市的空头 可能至少会延续到10月左右 对 因为事实上通膨让大家觉得蛮紧张的 所以现在空头市场来了 看起来大家就觉得熊市都来了 几乎是除了油价之外 所有的东西都涨 股债 比特币 最近加密货币跌得也超级凶的 这些序话都告诉我们说熊市来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看这件事情 第一个 刚才你讲说只剩下粮食 我们应该说只剩下粮食 油在涨 然后其实你股市也跌 债市也跌 比特币这种虚拟货币全部都跌了 现在大家会觉得资金好像没地方去了 之前你还会想说我躲到债市 或者我去玩玩比特币 就现在发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所以这种恐慌的情绪就会延续一段时间 那我觉得这个空头的情绪还没有结束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那种资金的想法 就过去呢我们会认为说空头来 它都会有三个阶段的资金的卖压 那第一阶段通常都是属于那种 长期的退休基金那种他们是成本很低握油很长 那他们对于这个政治或者地缘政治这种经济敏感度非常高 因为他们成本低 所以他们在第一波就会先卖压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今年的一到三月 其实这种情绪已经出现 到了四月开始呢 其实是第二波就所谓的避险基金 他们发觉不对劲了开始又放空了 然后这个整个局势又改变 那第二波可能就处于这种现在正在进行事 那如果是第三波一般来说就是属于一般散户的基金 我们知道这几年不是ETF也很盛行吗 基金都很盛行 可是你想想看如果说物价一直上涨 然后你经济一直下滑的话 或者说停滞不前 那大家就会开始想说我的钱 我要换一点钱到身上来 害怕会赎回 对他一赎回的时候 这可能就是第三波卖样 这个时候可能会比较像落底的讯号 这是目前大家的这个目前的判断是这样子 是所以空头一般会有三部曲 到目前现在看起来是走到第二阶段 但这是根据历史经验来做现在的判断 那市场变化真的非常大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边走边观察 然后边修正这样 对对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一个方向而已 了解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 第二部分我们想要聊一下 这一次的空头市场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这次的空头看起来很多结构性的不同 它很难用过去的经验套在这次的股市表现上 那请宣同帮我们讲一下 到底这一次的股市空头的结构 跟过去的发生的情况有什么不同 这样讲好了 大家回忆最接近我们过去20年 就是2000年的这个科技网络的泡沫 在08年的金融海啸 那当然更远之前还有实业危机等等 那我们就不提了 好这20年来看起来是这样子 那这一次有什么不同 其实它第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原因不同 因为我们这一次是物价上涨 物价上涨已经到了40年来的新高 我再给大家回忆一下说 1970年代那个时候 CPI是在一年多内从3%飙升到12% 然后那时候利率是有6%直接飙升到13% 那这一次也是一样物价上涨 只是说这一次跟1970年代不一样 他们只是说只有能源价格上涨是一样 其他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对那对政府来说只要是物价过高 他都想要把这个蓬蓬拉下来 就会希望经济稍微降温一下 就会有很多手段 像比如像这次像升息一样 那就会资金抽水 就会影响到股市的发展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第二个原因就是全球化逆转 我们回忆一下 我记得以前2005 06年附近的时候 我们曾经都还念过一本书叫 世界是平的 谢金额社长开会都要考我们 每一个人都要念 每一个人都要给我一些意见 好 这是全球化的时代就开端 那个是中国带动起来的 那可是你看现在 所有东西已经变成 大家供应链要开始区域化了 然后要把这些安全性的资产 拿回自己的国家战略物资 要自己掌控那个供应链 所以整个全球化已经逆转 应该是说从2018年 美洲贸易战开打之后 其实整个全球供应链 开始进行重组 然后全球化的趋势 也变得不太一样 就像刚刚宣彤讲的 过去大家觉得成本 是最重要的考量 所以我们会大量的把生产基地 放在东南亚或是中国 但未来可能 安全是最重要的考量 安全最重要的情况下 就可能会把很多生产基地移回 可能像美国 或是过去大家认为 成本高的先进国家去做生产 那这样就会造成 所有的成本变高之后 一定会转嫁到物价上面去 也会跟着变高 是 那我们讲到第三个 这次空头跟以前不一样的理由 就是中国市场不再高度成长 我想给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说我们回忆一下 1990年 应该是30年前 因为这30年中国是改革开放以后 经济快速的成长 那个时候中国的GDP 只占全球的1.28 可是现在呢 我们以2020年来说好了 它已经占到15.26 已经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所以它的这个 过去30年这个分量很重 那现在还是很重 可是就因为中国的 我想这两年 我们也知道 它做了很多极端的政策 那所以现在呢 包括美中贸易战 刚刚总编提到的 这些整个一直下来 会变成说中国的市场 已经不再是高度成长 那我们刚刚讲 它占了这么大的GDP的比重 所以它的不再高度成长 会成为很大的一个 就是这一次空洞很不一样 没错 其实我还蛮记得 就是说当中国从世界工厂 变世界市场的时候 它基本上不只供应了廉价的产品 经济的消费力 也是带动全球很多原物料 上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那可以想象说 这么庞大的市场 如果它的成长动能 一下子消退 或者说它只要缓成长 基本上对全球经济的拉动力 可能就会造成蛮大的影响力 所以这个东西 这对于整个经济的成长动能 我觉得是带来一个蛮大的变数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个部分 依据过去的经验呢 当空头的时候 也会有反弹行情 那请问反弹行情的讯号 我们该如何关注呢 好 我想说反弹 我们应该讲说 刚才讲的空头的到底的讯号 可能最后一波的 散户基金的卖压 那反弹呢 其实反弹的讯号 我们在最近看到一些 领先的股票在主底 然后在抢先反弹 就已经看到了 其实最主要我们可以看到 货柜三雄 其实你看到去年 他们比如说长荣 从两百多块一下 掉到八十几块 那时候他最早到底部 然后他就慢慢地主底 他就比较领先反弹 其实反弹的讯号 我们大概都可以看到 跌升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反弹讯号 我想的是反弹 还不是说整个走大多头 因为现在整个情势 还不是那么明朗 好 那反弹呢 我想我们就举几个 过去的例子好了 最明显的就是 2000年的科技网络泡沫 那一次呢 NASDAQ的指数 大概跌了78% 大概大概80%的幅度 那大家算过了 他在这一个空头的局势里面呢 大概有出现16次 大于10%的反弹 就是他中间会上上下下 在逐底 那他们平均的涨幅 大概就是23%左右 那我们再来讲说 台湾最记忆游行 就1990年 我们那时候 从12682掉到2485 那已经跌掉了八成 可是那一次呢 快速地下跌到2485 但是他后来在半年 大概六七个月 以下就反弹了1.5倍 所以我们就可以讲说 其实反弹呢 就是你跌越深 当然他越有机会这个上去 那当然上去的力道要多少 那就看当时的情况 但是应该都是有机会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 空头下的人道走廊的概念 就是说 其实在空头市场 也会有很多反弹行情 那如果投资人 可以把握这个反弹行情的话 其实基本上 对投资来说 也是很不错的 不要因为空头就完全 好像觉得没有希望的感觉 最近股市流行 这个反弹的人道走廊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 他会有一段时间 让你好像有机会 可以减缓你的损失 或者你用小胜 小的胜率来累积 要回一点这个胜率 对 是 那依照过去的经验来说 是有反弹行情 没有错 但是对台股来说 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台股最大的优势 就是本益比低 殖利率高 殖利率 我们现在还有4.2 或4.3 那美国他们的 标普500的本益比 好像我记得是20倍左右 可是我们才12.5倍 13倍不到 所以说这整个看起来 我们就是还是有 这个本益比低 跟基本的殖利率 保护的这个条件 对 所以其实台股的基本面 相对比较好一点 当然我们也不免 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那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想要谈一下 最重要的操作面 那既然有反弹行情 台股基本面 看起来也有殖利率的保护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挑选 比较好的反弹行情的指标呢 第一件事反弹行情的话 你要注意这两个字 反弹跟你大多头的心态 是完全不同 反弹的话 你第一个 还是要留一大部分的现金 第二个就是 你手脚要快 当反弹这个心态下面 那当然就是 我们依照个性 我们常常讲就是 比如说你喜欢防御股 那你就守住 殖利率这三个字 那第二个说 如果说有人喜欢 这种强势股 强势股呢 就是最近有一些股票 他们你可以去看现行 大概就是 他领先大盘反攻 而且涨蛮多 然后还领先站上月线 季线月线都站上去 那这些股票 他能不能再继续往上 赶抢的话 你就必须盯紧 他的基本面 如果基本面 只要稍微不如预期 或者没有一直在往上的话 那这部分 你可能就要比较小心一点 这是所谓的强势股 那当然还有所谓的转机股 其实转机股就是 回到刚才 跌升就是最大的这个利多 那转机股 通常你要抓那个 跌得最深的 或者他最新反弹的 对 当股市在不好的时候 基本上就像刚刚宣童讲的 跌升就是最好的利多嘛 所以在如何挑选股票的标的 我想跟每个人的资产配置 有很大的关系 特点你要放长的 还是强短的 那其实这次 我们都蛮强调说 空头行情可能还没有结束 这个反弹行情 要怎么样波段操作 就基小胜为大胜 那因为我相信很多人 可能现在很多套牢在里面 所以如何借由 波段的行情操作 抓住反弹的走势 不论是解套 或者是小转 我觉得这些信息 都非常重要 那其实这一期的 财讯660期 其实针对了 空头市场下面的 如何抢赚台股反弹行情 有非常详细的报道 那也欢迎投资人 跟读者来观看 好 节目最后 我们来回复一下 网友的留言 在上次那个碳大钱机会来临 180兆美元 生意起跑 20万台厂迎战碳焦率 的这一集当中 有三个观众留言 第一位是吴维燕 他说政府应该要立法 让民间有权成立一个 碳交易平台 民间机构才能有效率的 融入世界组织 对这件事情 我其实还蛮同意的 基本上也是本刊的立论 就是说台湾应该要有一个 碳权交易平台 因为其实基本上台湾产业 本身就是用碳大户 或者是说我们在 国际交易的时候 本来就会很频繁的 使用到这个东西 所以如果台湾 即便政府不方便来做 但透过支持民间的方式来做 我觉得也是个 蛮好的解套的方法 那第二位是这个赖家强 赖家强他说 制定一套盘查机制 要精准检疫 协助各产业各企业 透过盘查了解状况 来因应这个议题 这部分 宣童要不要分享一下 就是觉得 到底碳交易这件事情 你有很多企业界朋友 他们感觉 是不是觉得 现在政府不够明确呢 对 其实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 大家只要谈到这个 节能减碳 其实企业界都还是蛮焦虑的 那他们也希望 真的希望政府 有一套明确的规则 那其实民众也希望知道说 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跟规则 让我们能够 每一个人都可以接触到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马上了解 没错 因为节能减碳 大家都要一起来做 好 这一位这个留言 叫做陈佑仁 他讲一个话 我觉得非常有道 他就绿色通膨要来了 现在通膨 真的充斥在任何的地方 那大家知道说 简单减碳 一定会垫高成本嘛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 这个绿色通膨来了 所以大家都要一起面对 跟一起迎战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也感谢轩虹的分享 听Podcast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五颗星 也可以留言给我们 听了才知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